中国的最近研究发现 血型对于武汉肺炎病毒 有一定的影响性 他们研究了A型 B型 O型血型的人 对于武汉肺炎的影响 结果就发现了 A型的人感染武汉肺炎的病毒几率 相较是比较高 但是O型血型的人 感染武汉肺炎的病毒的几率 相较是比较低了一些 不过国内医师则是有不同看法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他怎么说 他目前找不到血理上的根据 为什么血型不一样 感染会不一样 目前血理上还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只是发现到一个现象 发现到这个现象 其实对临床的防疫帮助也不大 你总不能说你O型血你就不怕 A型血你就赶快躲起来 那事实上也不可能这个样子 国内医师则保持不同看法 他则认为说中国大陆 这边有可能是单一的研究个案 也有可能是当地的范本数不够多 所以才会研究出来 包含了A型比较容易感染 武汉肺炎O型比较不容易感染 但这并不代表说 全世界都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国内医师则是看 则是认为是说 像是这样子的研究呢 则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做佐证 才能证实血型对于武汉肺炎 有相较的影响性 年轻松公里 这一条子 Hobby 那里是童� sinon principal玩顿 Russell 余ikat灯仰然用心与学生 safe